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聊 因为我们有东西快递 然后有北极星光 那这一集是难聊客厅 难得畅聊来一刻让你听来直说 好 现场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 今天要来跟我们难聊一下 首先我先邀请到 我也很难邀请到 这个出版社的身为行销跟企划 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要来带来一本好书 首先要来邀请我们的方如 方如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方如 方如听说不太出声的 也不太现身影的 对 难得献给我们 好 我先邀请另外一位 这个以前也经常在合作的 施惠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欢迎施惠 大家好 这是瑞人 第一个360度转弯的 华丽转生的节目 好朋友一定要来上给他 大大的支持一下 希望他的节目长红上排行榜第一名 感恩 但是告诉世卫 如果360度转360度会回到原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螺旋向上 对 螺旋向上 不是 我要硬啊 因为我想说 直北正做完360几之后 360度转一圈就回到原点 可是今天瑞人不一样 今天瑞人你这个职业是新职业 以前我们没有访问过这样的 出版社的行销 第一个 出版社 我现在也跟两位报告 现在要报名来我们 这个直北正上节目 我们有新的游戏规则 我都会告诉来宾说 跟我们一起做好事 只要是你要来上直北正 我邀请你好好的赞助一下 我们社团法人台湾市障协会 里面有个爱幸福庇护工厂 我会给他一个donate 你去donate我们就可以上节目 这个是要来上节目 我们一起做公益 前一阵子我也去拜访了 这个爱幸福庇护工厂 他们有很棒的手工相招 爱幸福会让我想歪 不好意思 爱幸福 对呀 我看到方如的眼神了 我会补给两位 这个爱幸福 直北正跟爱幸福 爱幸福庇护工厂的 你的爱是眼睛一歪一 可是我会想歪 没有啦 我会找他们合作 就是因为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 就让看不见可以听见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视障嘛 所以你看不见 所以我们做一些 有含金量高的节目 让大家一起听 真的 这个很适合 那个方如 这个很适合视障来听Podcast 最适合的 对 因为他们就是看不见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公益性质 那今天不 重点不是这个 今天重点呢 是我们要难聊一本书 叫做放逸人生 好 那难聊客厅的 通常呢 难聊要从哪边 最难聊呢 因为我发现啊 你们大家如果来讲一个人 或一本书的好 当然就可以漫天 漫无目的地讲 那所有的来宾都要接受 本节目的一个大挑战 请问 为什么 不要看这本书 请问哪些人 你先给行销出版社里销 因为这个很难哦 这个你要叫行销 人家平常都推出 因为他对这本书最熟 而且方如 我跟你讲 你要感谢方如 他这辈子献给你 他的第一次 我也把我的名字 讲清楚 第一次 第一次来竹北录音 不是 我进入这个行业 第一次接受访问 广播 这个方如 方如在我们上面挂了这个名字 行销企划 林方如 平常都是 大家其实讲实在话 应该也没有人认得你 因为看书的人 谁去看版权业啊 不会有人去看那个 版权业最多看 作者是谁 然后连总编 曹慧 我们来这个 对对对 来呼叫他一下 我们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幕后工作人员 这本书呢 刚好方如在他可以介绍 奇光出版社 然后作者是迈克鲁克 对 然后译者是潘义军 潘义军 预 发音 预 然后呢 总编呢 是曹慧 对 主编是曹慧 还有一个网路 编辑协力 陈以音 对 封面是比比斯设计工作室 是 内容 内页排版是 你抱歉了 我真的有老话 我现在看不到 杨思思 杨思思 底下总算排到行销企划 林方如出版奇光 平常 人家介绍书 没有人这样念的 今天有人介绍书把作者跟那个全念完 你竟然怎样啊 360度要螺旋向上 所以就来点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啊 真的很难聊 我跟你讲 有人看书 一开始把这个念一次真的很难聊 没有 我跟你讲 通常作者都会看 就作者自己 作者自己看 但是瑞典真的创了一个 就当他这本书很难聊下去 我先跟你们讲 我真的很难聊 因为我去带学生 比如说拍微电影什么 我后来就灌输学生一个逻辑 就是你看电影看到最后 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个灯光全亮起 攻读生来到你面前收垃圾 再来离开 为什么 请把后面的Crazy War 演之原表把它看完 因为一个作品的形成 你看那个背后有多少的工程 你们都只看故事 这些人也稍微 用这种方式跟他致敬 以后 所以我们每一本书以后 我们都用那种方式跟他致敬 这样总编跟行销 都会听我们节目 就是说 以后你介绍每一本书 你都要从作者一直到 行销都要练就 因为方如的关系 你创了这个纪录 他是因为你才把它 因为你的排行 大大感恩 行销企划比较后面 他只好前面全部练完 因为方如刚刚说 他过去做 因为这个行销企划 都是他一辈子的工作 没有 我刚毕业的时候不做这个 但是做最久的 我刚毕业做 电视台的助理导播 好羡慕 还是幕后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艺人 那时候我们那个年纪 可以看到艺人是超开心的 那你会跟他说 我要给你签名 给你合照 并没有 方如不会 方如真的不会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老板 说不行这样子 因为以后这样不好 不是 因为人家转业 助理导播 你不会想到 我觉得是 大家都不会这样做 我们工作人员 就是我们幕后的摄影师 因为他们就专注 助理导播 AD嘛 对 尊尊重 你们真的很难聊 我在聊方艺人之间 你会聊到摄影棚去 不会啊 我们要聊方如 他是行销 这本书的行销企划 总是要了解他一下吧 对啊 他把这本书卖得这么好 聊完之后 以后也没有行销企划敢来 因为上这节目太难了 不是像这种什么 中广啊什么 你不要找行销企划 麻烦请继续找作者 对 作者以后也越来越不敢来 有啊 最近也有作者来 然后我就给他出很多道题目 你知道吗 就是要先去闯关 先去那个 那个赞助工业 你不能因为全民新工业 让你这样子 对 我真的在里面得到很多 瑞人在全民新工业 真的 芳如真的很棒 谢谢芳如 我谢谢大家 好朋友就是这样 互相帮忙 但是我上节目 我就观察别人 我想说 为什么很多阿姨都说 我这上次阿姨 就是姐姐们都说 什么时候要播 然后我说 那你就看YT 没有没有 我们家都是那种 准时晚上九点钟 一定要搬椅子 然后来看节目那一种 就是 那我想说 现在传统电视节目 还这么多忠实的观众 那我就去看 原来节奏很快 所以本节目 已经上了吗 我看还没 本节目节奏也要很快 来 OK 我先问芳如 让你问 没有我刚才那个还要问 因为我总是要了解一下 芳如的那个过程 好让你问 我对芳如好奇 因为《放育人生》 应该是这本书 让她很有感觉 我发现 这个节目 南聊客厅 原来是主持人 那我安静一点 不好意思 这本书我太爱了 而且我今天看到芳如 我们真的是太开心了 真的 你们等一下帮我回 回答一题就好 哪些人不需要看这本书 这样就好 哪些人不需要看这本书 好不好 那芳如 这是不是很难聊 很难聊 这好难聊 芳如 那你先好了 哪些人不需要看这本书 我应该说 其实如果你在书店 看到这本书 你会觉得它很厚 然后其实里面 字是标准字 但是它就很厚 很多人现在 对于厚 所以我可不可以讲 厚字多的书 不喜欢看厚的书的人 他可能不会看这本书 有可能 因为我算过字数 这本书的字数 大概是我那本书 约略将近两倍 真的假的 你怎么算它字数 怎么那么厉害 我有书稿 好像十三万多吧 真的假的 你知道一本书 正常七万吗 所以它double 一本书谁告诉你是七万 我的就是差不多 我们都七万 我们交稿 然后那个出版社说 你至少要写七万 至少我们听到 至少 可是我大概都写一万多 怎么办很难写 他比较会写 瑞兰比较会写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这本书 它的内容是double 但它的价钱并没有double 它最多是多一点点 因为它定价四百六 对 对啊 那一般书现在定价 差不多四百块左右 是不是 四百二到五百多 对啊 然后还有 如果你是全彩书 当然因为音质成本也高 对对对 我说以相同类似规格的书 它其实没有两倍价格 对 我现在就是在告诉大家 可是我觉得它的含金量 绝对超过四百六 对对对 对 我要这样讲 我觉得至少内容量超过四百六 对对对 因为我们用 这个叫做线性数学的话 乘以二嘛 所以你那个内容乘以二 那个什么 这个售价乘以二 没有它没有乘以二嘛 好 我只是一个无聊的工程男 工程宅男 喜欢观察一下这个 这个数学的现象 好 继续 你刚才他的问题 你们很难聊 我现在已经忘记要量什么了 什么人不要看这本书 什么人不要看这本书 就不爱看书的人 就不要看这本书 那就打完全部了 打死全部了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不爱看书的人 就都不看 可是不爱看书的人 不管什么书他也不看啊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我自己是这样 我先跟大家讲 这本书 比较偏激的说法 这本书有深度 所以你 我觉得方如刚才讲的 有一点接近就是 如果你看一些 因为作者是心理学家 他会大量引用很多的 学术或心理学的东西 他有数据 所以你不喜欢那种 太多那种 理论的东西的人 对 他没有讲很多理论 但是你如果不太喜欢 那种刻板印象 就是要告诉你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 你可能就看不下去了 我觉得还好 真的喔 对 因为其实我就是属于那种 每次看到很多数据 或是理论 很容易很快速地 阅读过去的人 所以你是这种人 那你竟然还把它看完了 我觉得它真的好看 因为它还没有 它就是 我自己的习惯 其实大部分的书 我拿到 我自己在做行销的时候 我自己习惯是 拿到一本书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看一半以上 我先来问一下 大家可能很好奇 又要难聊一下了 请问一下 一般出版社的行销 你们拿到书 你们会拿到很多书 对 你是个人是怎么看书的 你看书的方式怎么看 我来看一下跟我们一般读者 有什么不一样 就直接开始看内容 那你开始看是怎样 从第一页开始翻到最后一页 还是怎么翻 你比如说先看目录 还是以中为始先看后面 还是怎样 我从头看到 我是从前沿开始看 那推荐序的部分 是因为是后来才进来的 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去碰 就比较 推荐序是最后的 因为你看的不是真正的实体书 你看的是书稿 我们是书稿 对 我看的时候是书稿 我不是像你们 给推荐人看到 可能已经有大概的版型 就是你现在看到书长怎么样 那很痛苦 就比如说你打开word 然后你要看14万字 那个感觉好像看完一篇博士论文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 你就要回到这本书上 有讲到一个就是 你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漂亮喔 马上就回到这本书上 因为像我就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还算是很幸福的人 因为我觉得 我们家书里面 以我家自己来讲 我们家有好几百本书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我除了我自己 你家是不是有一个书墙 有 然后也有钢弹在里面 钢弹是指 就是我儿子啊老公啊 他们喜欢玩 他们会煮钢弹 所以我们家书墙 不是只有书墙 还有钢弹啊 然后书也不够放 然后放到地板啊什么书 那你们家会有江泰的收尸 还有这种柯南这种漫画 没有 比较少 对对对 然后 我们家书这么多 然后我觉得我先生 他 他也 因为他 他也是个工程师啊 然后当然 他也愿意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我做这个 薪水跟他差很多的工作 他当然就不需要那个啊 不需要张开眼啊 因为他就 他的工作就够了 我觉得他很爱你 我觉得他很爱你 所以他让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对 这先生很棒 对 我记得他就曾经问我说 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当时我都不讲话 可是晚上我有哭 因为我到底 我就是觉得我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那时候你可能在迷惘说 到底要什么 而且那时候我是家庭主妇 对 然后后来我是家庭主妇 我从事这个工 在出版业工作 中间有七年 六七年是在家带小孩 今天做几 两三年的保险工作 这样子 然后 我就是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书 然后我先生也知道 所以他也都真的 不是他眼睛没有张开 他有时候眼睛张开说 你知道现在一瓶多少钱吗 一瓶 现实生活的房子啦 对 但是他会顾及说 他知道你那时候迷惘 而且你会 没有 他到现在还是觉得 他就知道你喜欢那个东西啊 因为他知道你会担心 现实的状况 但是他希望你不要管现实 你还是去做你爱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他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 而且一瓶多少钱 里面都放你的书 看他有多爱你 一瓶多少钱 全部都放了你的书 你说满满不够 还放在地上 你看你家大部分都是你的东西 这先生真棒 对 我就想说 你从小就爱看书吗 对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 所以会做出版社工作 基本上都 一定不会排斥书嘛 那我想很好奇 那你对看书这件事情的兴趣 有到多么的热忱 我有时候也很不想看 我还宁可打手游 你出年轻会打手游 我都不会打 不是因为 那年轻人才会 当如果看书变成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会退一下 我觉得那热情是会退的 可是如果 你讲到重点 但是如果说 看到一本书稿 比方说像我那时候 看放眼神的时候 其实它原名是叫做 Fung Habits 就是玩乐习惯 对 那可是玩乐习惯 那时候书名也是讨论很多 很久 后来我们还是用放异人生 那放异人生 当然是期待说 大家都可以过一个 快艺人生 那快艺太多人用 所以我们就改成用放异人生 你刚才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 当它变成工作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没那么 就不是你原本 你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对 所以你还是要让 但倒过来 工作也可以变成 你的玩乐的一种 那就会开心一点 会 因为尤其是当你看到一本 你很喜欢的书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内容 可以catch到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 我自己心里是觉得很好的 那个激动 对不对 我跟你们分享 就是昨天 因为昨天我下午 不但去拍片 然后我还遇到一个学生 然后因为我有送给 学生一本书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那个学生就说 好 那下课 我要回去看书了 然后大家都以为 他要回去看教科书 因为他是大学生 然后他会补充回去 我要回去看 黄瑞瑞老师的书 你知道那种看书 就不是那种 我要回去复习功课 而是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那个感觉 对啊 所以其实 那你现在在出版社 你现在这些事情啊 然后带着 我们这些作家到处跑啊 那这个对你来讲 的那个 那个乐趣是在哪里 你觉得你做这些事情里面 最好玩的是什么 没有 就是赚钱 赚钱 赚钱也是 但是我觉得 在这份工作里面 我觉得看书获得的乐趣 和你可以 就是人生有很多的答案 其实是可以从书里面找到的 对 这是书的部分 这是书的部分 那你如果做行销的部分呢 然后带作者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也蛮好玩的 第一个是我可以认识 多一点的人 然后 你可以观察 比方说看一下 这个作者的性格 是长怎么样 然后我应该怎么跟他们互动 你也喜欢观察人 我觉得有 我觉得是 但是我不会直接去跟作者说 你一定要怎样 或是你 但是如果该提醒的 我会提醒 所以你在做那些 比如说每一本新书要出的时候 你有没有自己的SOP 该做什么时候 ABCDE 然后要填什么表格干嘛之类的 其实是要啦 正常是要吗 正常是要 可是我猜你应该就是很放异 对 我觉得应该是内化好不好 不要讲放异 我是已经 就是内化 我跟你讲 对 这是他专业 所以他内化了啦 所以你知道吗 我一直想 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会发现 我约方如的时候 也没有反刚 对 我那时候 我最近还在跟总编讲说 二人招呼 可是没有反刚 这是要怎么样 内化 就是内化 那我就想说 好吧 兵来这样 随便乱讲好了 其实 你看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们三个人 那个氛围是快乐的聊天 所以其实 我想用我们现在录音的方式 也要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录音 我录这个节目 其实是无偿的 然后分享很多的资讯给大家 可是如果说 你想要让这件事情 长久的做下去 你如果把它当工作 那我要先拟一个反刚 那你知道 世卉也有接受过一个 将近两千个字的反刚 人家的做事很认真 那个都没有错 可是有时候 可能把它当成工作 是这样做 可是我今天找方如来 就重点不是录音 你知道吗 重点是聊天兼吃饭 重点是吃饭 他有讲到 对 刚刚 我们刚刚桌上 还有师惠带来的蛋糕在吃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 一个录音氛围 对我来讲 一点都不是工作 我也没有必要 对哪个老板 或者是什么 今天来就是很开心 我就是要把这个开心 这个感觉 这个氛围 传递给全世界的听友听 就是你听这一集Podcast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等一下你就不用再讲 放映人生什么内容了 我就去买 因为你们就已经是 在实践放映人生 这一集节目就可以 到这边结束了 要结束吗 我总觉得好像还不够 没有啦 开玩笑 我觉得今天来很开心 是看到世货 因为它太难看到了 OK 有吗 有啊 有 那你去帛琉就看到它 我不要 还有去加拿大 我只有在FB上看到它好吗 谢谢 怎么了 我觉得你好像我肚子里回宠 其实要约我的人 可能就有瑞伦啦 没有啦 要看啦 其实芳如说的对 我也是因为芳如 然后还有瑞伦才来这边的 我不能再讲下去了 瑞伦比较好揪 没有 这样人家就会知道我的秘密 不论 芳如她 我都没有讲 芳如好像看好那些 我有点害怕 对 可是我很喜欢芳如 我不知道怎样 就是那次在Vito那边 我们就开始聊上了 我也是在Vito那边 Vito开始耳朵痒了 然后就认识芳如 我们开始继续念Vito Vito也出新书了 顺便打一下我们 也是你嘛 当然是我 其他新话还是芳如 芳如真的可以很棒 他可以拔很多 我们先放异人生之后 就可以内观觉察自己 很棒 对 我们现在在看Vito那本书 我们一定会把它再讲一次 把它揪来 让它来换它 奇怪 你已经在看 我书还没收到 我还没收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去看 因为是芳如的关系 我想你已经在看了 没有没有 对啊 我一定会认真看的 讲到芳如人生 那个诗慧最近超级的 Chill C-H-I-L-L Chill 他现在还穿着柏雷 一下子 今天录你的时候 因为我在想说 我不要穿太正式 因为是芳如人生 所以我还穿那个 花花衬衫 对对 那也是对的 柏雷你应该穿那个 上面是两颗椰子 然后吊带装 什么 比基你会吗 你有带回来吗 没有 我不敢 我身材没那么好 我可以跟芳如一起去 看芳如穿什么就穿什么 有啊 你很好 你脸书都有公告啊 我有看到 有跳起来的 那个很保守耶 我不敢穿比基尼耶 我那个几乎就是像你去健身房了 就是那种衣服而已啊 真的啊 他是泳装 但是很像健身房 我还泳装 我想这是泳装是什么 可是全部都只会看到我一个人 对 你讲一下 你讲 因为这一集 我本来讲说我开头跟尾巴 你们两个就很chill 刚才那个瑞伦 有讲到放逸人生这件事 我觉得这一集最重要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 他就打中我了 他打中我是因为那时候 方主机过来 他就讲一个 他说人生 因为我常常都跟他说 幸福很难追求 我对幸福是没感觉 但他讲说 其实 他说幸福是像海市盛楼 可是那个 他觉得是要追求乐趣 像我觉得刚才放出来 我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准备 带他喝咖啡 然后我看到瑞伦 今天在录Podcast 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当下的气氛就很好 他说这种东西就像 你家大后门 有一个绿洲出现 然后可以放逸 就是解开你心中 那种每天那种沉闷的感觉 我们要的是这种 乐趣的堆叠 而不是去追求 哦 我要幸福这件事 就是因为这句话打中我 让我爱上这本书 这本书算是我最近 最爱的一本书 我跟听众朋友讲 其实思惠 其实不太认真看书 那这本书两本书的后 他认真看完 你刚才有问一个问题 没有没有 你跟我说我怎么看书 你刚才先问方璐 但是你没有问我 好 问你问你问你 很难聊 对 我们赶快来问一下 对 我怎么看书 我的看书都不是你们 我就是一打开看 看到哪页就看 然后看到这一页 我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 我就再翻开 诶 这页有兴趣就再看 没兴趣的话呢 我们就再翻另外一页 就是看有 就一直看 就很像是在打扑克牌一样 我在书店就是这样 哦 我在书店买书会这样 对对 那如果他一直让我 每页都有兴趣 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不知道怎样 前面后面翻就看完了 如果是有兴趣 那如果没兴趣的话 可能就翻个几页 我怎么办 我很偷偷 可是很多人是这样 真的吗 我自己在书店 我自己在书店买书的时候 我第一个是看书名 对啊 看书名 然后封面 美不美 总不能摆在家里 瞅瞅 自己过不去 那如果这本书 我觉得很有趣 一直看 抽一页有趣 我就开始看他的目录 然后就会想 目录我喜欢 可能我就整本把它看完 像先前有个什么 我怎么错了 那本书我就是这样 对啊 所以我怎么说 那本不是因为 大家推荐的 畅销书的关系 那一本哦 因为我一个朋友 看了那本说 看他痛哭流涕啊 叫我一定要看 我就去看一看 但是我觉得 放逸人生这本书 我真的超喜欢的 我那时候看到 放逸人生的稿 初稿的文字稿的时候 我第一个 闪出来这些推荐人 这些推荐人 就是我脑袋 闪出来的人 Vito 好感动 有我 我要哭了 有我耶 对 我真的要哭了 那我还说 为什么 我会想要找两位 第一个 我想要找诗会 是因为我觉得 看他的脸书 都很开心 所以他应该是 有活出自己想要的 快乐的 我现在不太在乎 别人的想法 你说谁要去干 对 对 对 所以然后我就觉得 我来试试看 因为我叫诗会 非常忙 所以我就试试看 这句话我不敢讲 我不忙啦 如果对方如都没有 没有忙 没有忙 我就想到这本书 也许诗会会有兴趣 因为里面有提到 一些什么类 然后 而且他最后又提到的 所谓的 那个是 最后的礼物 就是生死交关问题 生死交关 然后倒数第二个 十一章讲的是 利他 然后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 不然是 好哥啊 诗会啊 瑞人啊 Vito啊 就是还有 宪哥啊 还有这些 宇慧老师 然后那个 钟为东老师 这些通通都 还有居小老师 他们通通都在做 这些事情 那那时候 我会找的 廖医师 是因为他前面 都在讲脑的东西 大脑东西 廖伯乔 对对对 廖伯乔 曾尹科医师 对对对 那廖医师 那时候就跟我说 他有回信给我 他就跟我说 他愿意挂名推荐 所以他就说 因为他也常常会 劝他的患者说 要学会 要开心 当下 对 那要多玩乐 对 所以他也很乐意 挂名推荐 对 那我觉得 一开始这本书 我以为他就是 教你怎么玩 或是什么的 好像也不是 可是越看你会越喜欢 而且他还跟你讲说 什么夫妻 像 像我们现在 像我是空巢 因为我儿子在 大 对 大 你没有提到 他你没有提到 他就讲到说 什么 夫妻可以怎么过生活 对啊 然后 甚至就算你有小孩 小孩也可以托给人家 那我就想到以前 我跟我现在两个 我们那时候在 就很疯狂骑脚踏车 什么挑战赛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 我老公的同事 就举手说 我帮你们带小孩 对 那我们就把儿子丢给他 然后我们夫妻就去 就去玩挑战赛 然后 我就觉得 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 不管是对我们夫妻 或者是 所以当过爸妈的 对第八章 为人父母的乐趣 从姚兰到空巢期 都会很有感 对 我觉得是 因为我自己又是家庭主妇 我的儿子是我自己 你打打打上来 失会还没有空巢期 小朋友还是回到家 可是其实还是高中也快了 我最小的也高一了 到二高三 也快了 他们都快要大学了 对 所以我之前有做过一个 线上读书会 也跟听友讲 我把线上读书会连结 因为你知道 就是听友一直敲碗 说他那天不能够直播 什么的 可不可以回放回放 其实我对回放这件事情 本来没有很大兴趣 太多人敲碗 算了 我就放回放 就是我会把连结放下面 那那一天其实 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那时候 线上读书会的时候 我怎么做 因为我觉得线上读书会 如果说 还是像一般读书会 那我们就没有实践放逸人生 就是还是好好听大家分享 听我讲 再去结束 所以我就挑了几位 这个我们叫做领团人 跟大家一起谈 那这次很棒的是 也谢谢这个奇光出版社 让几位领团人看完书 真的就有差 跟你讲一定有差 因为领团人他自己看完书的时候 一定会有感觉 我跟你讲 这本书看完一定有感觉 对 你知道吗 我大致上念一下 这是把这些人 我现在讲到 他这个读书会真的很好 三个小时半 然后很多人 憋尿你知道吗 很多人讲完都会痛哭流涕 把心中的话讲出来 他这套心套可以 对对对对 这个瑞仁的 这个读书会 我觉得最赞的 一个小时大家就可以下线 你们是搞了那么久 对啊 那时候跟我说一小时吗 然后大家都一直在线在线在线 也没有人 没有人想要离开 对因为太多 像比如说 我等一下会讲说 我自己分享 我喜欢哪 我最喜欢或者最有感觉 哪一个章节 那像比如说小鱼 小鱼妈妈她就分享 这第一章 乐趣是解药 然后呢 维维安就分享了 之后的力量 会不会无穷 然后苹果 你就分享了 友谊很奇怪 然后这个 我还有友谊很奇怪 你看这么多多页 然后接下来 有志杰 有一位心理师 他分享 就是为人父母的乐趣 从摇篮到空潮起 然后呢 还有一位 玉如老师 张师复工 玉如老师 国恩老师 分享了 受苦也甘愿 如何实现 胆大包天的计划 然后这个默默 默默平常 就默默 就默默 他都做 他这一次是自己 举手说 任哥我要分享 第十一章 乐趣是改变的 懂你 因为这一章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在做利他 而且默默开始开课 你看他很内向的人 他也会开那个 手写课程 很不简单 对 我只能说 爱的力量 真是伟大 真的很简单 所以其实 有好多朋友分享 那我想说 奇怪这本书 因为它是一个 作者本身是一个 学术界的人 它是引经据典 那我以为 因为我们上次 有一次我们看 是这个 当富豪遇见 当富豪遇见 生旅这本书 它就是故事 对 就很容易去了解故事 可是这里面 谈了一些 比较深入的东西 我发现 大家还是很喜欢 我觉得它有贴近 你的生活吧 对 因为它就是 讲人生全部 我邀请两位 你们最喜欢 里面的哪一个 章节的哪一个段落 有没有 我们现在不难聊 我们现在好好聊 好好说话 可以吧 我们什么时候 没有好好说话 有有有 现在录了三十分钟 刚刚都没有 我们都 都外七扭八的说话 没有 十位先说 你啦 你是行销 你先说 当然是你先说 你是被推荐人 不要吵 那你先说 我先说 他先说 对对对对 我们听瑞仁说 因为瑞仁 他是读得最彻底的 而且他线上读书会 真的非常成功 每次都是叫好又叫做的 没有 我觉得他对我来讲 他就不是一个事 他就是一件 乐趣的事 他就是个人生 就是比如说 我念完一本书 其实我比较喜欢的 线上读书会 不是那一种 来介绍那本书 介绍那本书 你就看网络文章 或者一堆广播 什么都会介绍 就好了 我希望是你读完之后 你去分享 你真的内心 所以我们线上读书会 有时候不太会 完整的去提 也不是说完整 甚至连深入 都没有提到 就是用你的A口 去谈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是 比较是 大家能够触发 而不是读读 然后告诉大家 第一篇在讲什么 不是那个形式 可是重点就是 你还有准备礼物 他的礼物 是他自己做的 我跟他讲 那个就放你 对耶 好感动 好感动 那天我看了 他的FB准备到那天 他用手写字 超漂亮 你这是怎么做到 跟他报告 因为最近收入比较少 没钱买礼物 自己做 没有 那个真的很棒 那个诚意无敌 应该都收到了 都寄出去了 好 没有 我现在一直在挤 所以我下次 如果还要办活动 又要挤不同的礼物 你知道吗 我喜欢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 艾瑞克经常会找我 去做五分钟短讲 他四五场 没有一场 我是讲一样的东西 所以每次艾瑞克 都要重新跟我 再要一次PPT 大概我就是会伸出来 上一场我在竹北那一场 其实很棒 为什么 你唱歌 竹北是市长 郑朝芳 对 但是音乐才是 我里面全部都是音乐主题 对 然后我还献出本人的第一场 底下就两百多个人 都被迫听我的个人 不会 蛮好听的 真的 我有听 好 真的可以 真的还不错 真的很好 好 那个气势有出 其实我自己 就是方域人生的执行者 所以我愿意 不只是挂名推荐 我愿意认真 用力去推 是因为 我觉得人生 不要活得太苦闷 里面有一句话 叫人生 人生很苦闷 然后要维持善良 有这样一句话 那我自己一开场 我是用这个 我觉得大家 因为我们 做那活动 有做这个报名表 然后我就 然后会有一些 读者 或不知名 就是朋友的 那个feedback 像他们对几个章节 比较好奇 比如说 他问说 有些朋友说 最棒的远走高飞 我是真的遇到 人生的低谷 我就远走高飞就好 他们对这一题 很好奇 那其实我念一段 这里面 他有提到的 英国作家 泰瑞普莱契 他的这一段话 我觉得超棒的 他说 为什么要走 这样你就可以回来 这样 你就能够用 新的眼光 和附加的色彩 看待你 来的地方 那里对你的看法 也许会不同 回到起点 并不等于从未离开 所以你看 他讲的远走高飞 当然他鼓励 类似让你去旅行 这是一种实现的方式 我觉得远走高飞 我在里面提到一件事情 是我当兵的时候 我去了花莲 不是我去了花莲 我抽签就花莲 没办法 你在花冬 那种签也是很可怕 因为从台东 要回到台北 其实坐火车 也是三四个小时 可是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我在海防的时候 我就举例子 我在线上里面 我有拿出 我捡到的石头 给大家讲 我在花冬里面 我还海防 军官是要带着 阿兵哥去走海边 七星潭 反正你们去的 知名的景点 晚上都有人在守 因为我们要 反走私 反偷渡 反渗透 在当年的时候 民国86年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抓 陈静兴 就是白小燕 你说真的还假的 真的 身上有配枪 因为防止他偷渡出去 所以我们其实是执行工作 可是那个工作 虽然很苦闷 可是如果说 比如说你在走着走着 我们不要讲说 捡到玉石 不要讲说 捡到钻石 捡到玉石 捡到玫瑰石 你就是路上捡到一颗 你内心觉得很喜欢石头 那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真的他家有一块 全部都放石头 漂亮的 你什么时候来过我家 我很关心你好不好 我没有偷偷去你家 你放心 我想说奇怪 没过来过我家 但我家真的有 FB有提过一次 对 我的抢真的有 我真的很关心他 对 看得出来 对 FB有一个抢 所以我用我当兵 你说当兵那一队 而且我常跟人家讲说 你们要去花冬 都要请假三天 再兜两天的六日 然后你才能够完成 这个花冬的这样子的旅游 我在那里三年 我是休假回来 在那边就是 嗜同作战 可是其实我内心 其实在放假 你看这内心多快乐 你说当兵会不会苦 没有啊 我那三年半 所以那石头就是这三年 因为你喜欢 然后就收集越来越多 很多很宝贝的石头 因为你去到那里 你就会跟 你知道阿兵哥 他们就会 你就看阿兵哥 我是喜欢跟大家打成一片 我不是那种高高在上 所以阿兵哥他们在干嘛 士官他们在干嘛 他们说来花冬 他们就会 他们会带我去玉石店 有专门磨玉石 你知道玫瑰石剪刀的时候 你根本不晓得它是玫瑰石 你要去做表面的研磨跟抛光 它才会变粉红色 所以我就想有这种石头 我是从那时候才开始认识 然后后来我买了好多那种 玉石的那种类似宝典 书回家看 里面介绍各种的石头 我那时候开始进入那个世界 这个是我个人的 对其中某一个章节 可以出一本石头书 没有啦 没有啦 我没那么专家 未来 我跟你讲 他就是放弃人生 他就是乐趣 他是我的人生乐趣 你看那个石头 摆了二十几年到现在 石头不会坏 我到现在还可以拿来当故事奖 最近还有人说 我下一场 什么时候可以拿来当正品 所以有人说 如果当兵三年可以是很苦闷的 可是对瑞人来讲 它是很有趣的 对啊 它很厉害 对啊 白色很苦闷 你把它变得有趣 而且你手上 有很多 三年可以存 价值连成的石头 三年不只可以存一百万 还可以存很多石头 那是在架子 你要说那是无可取代的也可以啊 对对对 那无可取代 那个回忆是无可取代的 我在前一场 竹北人的时候 这个 这个 阿瑞克的如何加速 内在成就 我在讲一件 讲我之前在主动一起造的故事 我就分享说 经营那家电脑根本就亏钱 然后这个 只是想要实行一个 让这个小地方 有音乐跟艺文气息 搞了老半天 其实 虽然说它重点不是在赚钱 我也知道 可是它现在也没有 因为我讲完照 底下就有 那个听众 我就开始去搜寻 一起造 看在哪里 我觉得他们不要收了 因为它已经收掉了 而且那时候根本不知道 三年 这几年之后 六七年之后 那个市长在听你讲 一起造 那种感觉 真的是无价的 我就故意说 因为市长跟我一起 在一起造里面 做过一些事情 办过客家 便当的记者会 然后在里面唱过歌 对啊 我后来就跟曹芳兄 你看我 因为想办法 那市长叫曹芳兄 我们不敢 我们哪敢 我们都叫市长 市长好 瑞蕾叫曹芳兄 真的 放异人生的时候 就不要把那个市长放头衔 我相信曹芳兄 不会太在意这个 他在意的是市民 怎么样帮市民服务好 对 那这就是好的市长 对 那不在乎 你是称呼他市长 还是曹芳兄 虽然他年纪应该比我小 我们叫瑞蕾兄 我们的阿哥 芳如姐 好啦好啦 没有开玩笑 换你们换你们 换芳如啊 对 我自己的话 我其实还蛮喜欢那个 第三章 其实是Saver的法则 但是Saver法则里面是有 故事编辑啊 活动捆绑可变享乐 选项和回味 这几个 那但是 我最喜欢是回味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 我刚刚就在回味 对不对 是不是 回味最美 真的是 回味有苦有 有苦有乐 可是很多的苦 一开始的苦到后面都是乐 我觉得啦 然后说像 好 我最近考上了那个重机夹照 你喔 大型重机夹照 看不出来耶 是不是 真的还是假的 你真的长了重机 这是好多人的梦想 可是很多女人都觉得 没有去追求耶 我最近遇到好多女生 在骑重机 50岁还去考重机 加上多光荣啊 没礼貌 因为我50岁啊 我先承认 因为我今年50岁 我一直说那种感觉是 一个女人到了50岁 还可以开启人生一个新的一个旅程 很棒耶 总编就跟我说 芳如你又解锁了 我说谢谢你喔 然后呢 考上了之后 因为你知道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骑苏克达 就是那个 我知道 苏克达 吹得罩嘛 但你中年纪也知道呀 然后什么叫做打档啊 什么离合器啊 什么刹车 然后我还跟我老公和小孩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后刹车是在脚上 为什么脚上有刹车这种东西啦 然后我老公就看 我想说不然呢 右手要吹油门 左手要离合器啊 那你左脚要勾档位啊 那请问你外一个刹车在哪里 因为右手是吹油门 还有另外一个 像前刹 那请问你后刹放哪里 因为它的离合器在右边 所以还要有一个刹车后刹 就真的标准的手脚并用 好不好 对 怎么统合知觉 感觉统合 那个要很好耶 要回去 而且我们都到这个年纪了 对 反正我那时候 可是我是考了两次 我重考了 然后我儿子问我说 你到底哪里没过关 我就说 我就直线7秒啊 然后我儿子就说 所以考价子 考重机可以那个 直线7秒4次 我说对啊 一次重考了 所以是4次啊 因为你那是用手打档了 那不一样 不是机车 我们也是直线7秒 很简单啊 机车直线7秒才难的 不是你那个啦 我们那个啦 因为7秒是要换档 大型重机7秒不换档啦 不换档 不换档就上去 慢慢就要撑过7秒 那是平衡感 对对对 那因为大型 那车很大 对啊 然后又很重啊 200多公斤啊 那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 所以以后 200公斤那么多 你就有体会那个 宪兵机车连量 慢慢骑的感觉 平衡对不对 那都好厉害耶 那真的很强耶 然后我就 然后所以我儿子还笑我 我就说 所以直线7秒可以考4次 我说对啊 另外两次重考 他说你真的总考4次才过 我说你咬我 可是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说 我们这个年纪 就人生下半长去考个重机 其实我一直都拒绝考这件事情 可是是你 你本来是你喜欢重机啊 不是 是因为我老公说 如果你带我去 你带我去日本骑重机玩 我就去考 所以你老公是喜欢重机的 他有在骑 好 结果我真的考了 然后我们去 我老公也 把我把日本那个重机型的 行程安排好了 所以我们要准备去了 所以你接下来去日本玩 是要有一个重机型 中间有三天会去日本骑重机 可是你也把它考了耶 对 就是因为 这告诉我们今天 你不要随便答应 可是你们等于可以 两个人在日本骑着重机去旅行耶 不用租车就这样 但是你们在日本 也是租车 你们要租两台吗 对 租两台 我以为你考了 然后去日本 就你老公载你就好 没有 但我知道重机坐后面那个屁股 你这个女人真超有气魄的耶 是不是 对啊 他这个是有气魄的 老公就机票订下去 我觉得他是个感爱感恨的人 方如应该是个感爱感恨的人 然后呢 这个我不敢讲 好 然后我们 我考上之后 我又去租了一台重机 然后我先生就说 来 去还到了 就又两台重机 我租的 它是家里本来就有一台 它的重机 它是一千细细的 然后我就租了一台比较小的 你知道 身高矮 重机的限制就多 因为我不敢 我不敢那个 没有双 我不敢没有脚踏实地的感觉 所以我就租了一台 我的脚 我可以脚踏实地的重机机车 真的 你要碰到地 你才有安全感 然后没有新手上路 你知道吗 对 可是我觉得刚刚还完了 你还倒喔 你真的把台湾还完了 这样几天啊 三天 你永远出去 我现在都不知道 那这三天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 所以你说 所以我才会说 回味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一开始是很怒 怒到说要出 要骑那台大重机之前 我还先去租了一台小的 打档的 才150的那个 的打档摩托车 然后就这样先练习三天 然后路上还是会熄火 因为那个离合器 收放的问题 火垃圾 好 然后正式上路前 我还是很怒 然后可是还想说 再怒也没办法 今天我也就是硬着头皮上 然后就 上路快速到的时候 也很紧张 旁边都是车 跟我们骑平常 那个小一二五 你还有安全帽 还特别买吗 没有没有 我本来就有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这样骑 然后 我回来的时候 我才想到 哇塞 你把我们真的干到 就是完成那种 感觉是超级的 可是过程是 这会发生一些事情吧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这三天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是 反正都是我先生带路 然后他带我去看到 那个墾丁国家 我们就走进去里面 比较深的上面 从上面拍下来 就是照片 然后他 而且我们是走那个 欧乱比的外圈 不是走里 不是神道的那个 我们是走外围 有看到灯塔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还要再上去 那个是以前 我骑脚踏车 还导的时候没有上去的点 对 然后结果因为那个开明台风 花洞那边又 还在修路 所以有一小段那边没有骑 对 但是我竟然骑上南回 那一天 南回就是 很漂亮 以前是我先载我 其实他已经载过我 那个重机还导过 但是你自己真的在骑的时候 你就是看到大山大景 台湾真的很美 而且是你自己 对 是我自己的 然后你看着那些景色的时候 才超美的 就我以后来 编辑啊 总编辑啊 然后还有副总编辑跟我说 学姐 我说因为 小木马那边 总编辑和副总编辑是我学妹 然后齐光总编是我学姐 然后很好笑 他们说 你又解锁了耶 我说 对对对 我挫着 我很挫着把它解锁完了 而且那个旁边 那个道路 可能那边就是山崖 然后你骑个摩托车 然后你会不会担心 就是就掉 不是南横是南回 南回是还好 还好他有那个感 可是总编辑是 山崖随时你自己骑 不是老公在 对对对 那种感觉 真的超开心的 对 这完全呼应到 这本书第十章 受苦也甘愿 对 如何实现 胆大包天的计划 真的是耶 就后来你会很佩服自己说 可能再一次 不知道我会不会答应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如果再一次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考试 会不会答应 再一次 我觉得如果让我 再来一次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纠结很久 何事会纠结了一两年 我才愿意去考 所以你会很佩服 那时候自己怎么这个勇气 有时候不要去想 就是 话不要讲太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 不会 你现在去想 你会觉得很佩服 当时的勇气 我觉得那个当时 那一刹那 那个勇气 如果没有马上去实现 可能要过很久很久 但是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你遇到那个机会 我那一天 我真的也不晓得 为什么 就是我会想要在那个舞台上 唱歌 唱歌 那个很大勇气耶 底下 而且你也不知道市长 是不是喜欢听你唱歌 然后市长是金钟 讲广播节目主持人 然后底下 然后那个 对啊 可是我就跟你讲说 像我朋友 我真的不晓得 那个哪来的勇气 就跟芳如一样 就当下你觉得这件事情 有意思的时候 那个胆大包天 计划你就去做 对 对 然后你做完之后 其实不管结果或好坏 我觉得最重要是 因为这本书 有讲到乐趣是改变的动力 我觉得是那个乐趣 我就想要制造一下那个 因为 其实我那个梗有说好了 如果大家有去 有知道那些状况 因为后面我放了这个 曹芳兄的音乐 有 那个去看瑞仁的FB就有了 我前面唱多烂都没关系 因为后面 我就可以把金曲奖歌手 客家金曲奖歌手请出来 其实你两个唱得差不多啦 我有听 没有啦 差太多了 人家那个集中发 那个天籁 而且那个 我还是自己创作的歌曲 所以其实 那你很厉害啊 就是我从来 我就是五音不全 可是有时候 我不晓得芳如 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 像我那一次赶唱 是因为受到 许常德老师的影响 因为他就说 你真的想说 你不会作曲 你可以填词 你就找一首歌来填 那我想说 对啊 我以前就想说 我不会作曲啊 没有曲怎么唱 那一个彩虹是你作词的 我记得 彩虹 你不是有一首歌彩虹 对 我其实是重新去 去填一首歌的词出来 对啊 然后就是因为 阿德老师你知道 财子 然后熊美玲老师 枯沙的作曲者 就是他们都很支持 创作者 所以 所以我想说 所以那彩虹的曲 是怎么来了 是找一首曲子 对对对 找另外一首歌 你的答案的那一首歌的曲子 对 那我那一首歌还不是为了你 当初 那个 那个 友达什么 有有有 我们不是要做 那时候做的 哇 现在可以了 现在拿出来 我不要做 你不要为了 对你 没有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案子 是友达 他说他可能要外包 不是为他做 我还帮他争取 因为他是个导演 那时候想说 友达这个一个公司 他要外包那个影片啊什么 我就找导演 他超认真 但案子虽然是没有啦 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多考量 案子没有 可是他的歌可以留到现在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超有心 就是想把导人 推到那个友达那边 请友达 请导人 怎么作词作曲 还有影片 我们还找雅芬耶 雅芬是一个钢琴家 一起来做 那时候 雅芬后来也有做一个曲嘛 是这样一个曲吗 不是 另外一个曲 对 不过我觉得那都不懂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一个缘分 它是诱发你 你看当下这件事情 我们是没有成功 可是可以让你 那两年以后 他可以拿来这边表演 真的人生好奇怪 你这样讲 我突然被打到了 没有两年以后 去年年底发生到现在 所以我那天 我在舞台跟他讲说 那一次就是 我为什么这个曲子 就是开车开一开 然后外面下大雨 眼睛下小雨 因为想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就有一些感觉 然后就把车子 录到关系服务区 就找一个角落 那当下先把第一个版本 就写完 后来也因为 阿德老师的这个分享之后 我就后来就把第二个版本 我觉得比较完整的版本 而且配上曲子 能够做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 他那种我感觉是 他在写这个词的时候 他是 听到那个是哭的 写出来的 对 所以我一定得开进 关系服务区 你知道为什么 不是去买关系便当 关系服务区最有名 是关系便当 是因为那样子 开车太危险了 对 里面湿的 外面也湿的 都是模糊的 到底哪里湿 但是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那天 我真的有看到彩虹 因为彩虹不是硬掰的 是因为我就坐在 那个关系服务区 各位关系服务区 你要去坐在二楼 因为一楼挤满人 二楼有一个小餐厅 有一个小空间 你看 然后那个整个山 然后彩虹 然后那一次 我去你的家乡云林的时候 去露营 又看到彩虹 彩虹跟你超有缘的 对啊 还好你有写一个 什么看到彩虹 那首歌叫彩虹 有你彩虹 有你彩虹 对 真的很棒 所以其实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你要胆大抱歉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积累 有一些暗示或明示 然后你就去做 做完之后 你才回味之后 就发现说 要许我 老娘为什么 这样子就把事情做 还是要有勇气 就是那种 突然懵懂的那种勇气 对啊 就像你那个摩托 老实说你也可以 跟你老公反悔 跟他说 我不敢的怎么样 其实也OK 可是你就不愿意 你也可以那首歌 就算了啊 不要去唱那首歌 给 现在所有的市民 都知道你会唱歌 没有 我真的不会唱歌 我非常确定 我不会唱歌 我就是觉得 那个就是一个 不小心而完成的 可是以前可能认识方如人 觉得方如不可能 去做这样子 可是你一考出 那个重机车驾照 人家对方如就 改观了 你说你是五音不全 人家就说 不会锐人 那我还问一个 诗惠 的一个 胆大抱天计划 就是他去加拿大 自己开车 四千公里 然后我都会 follow一下 就是因为他到底到哪里 会不会突然有一天 脸书都不po文 断讯了 我跟讲 诗惠脸书 如果不po文 很可怕 这倒是 对啊 就会想说 他怪小哦 对啊 其实我的脸书 都是为我爸妈写的 他们就是 每天的有趣 你是报平安 因为爸妈 在乡下云林 他每天就 我不放线动 我爸妈会以为我怎样 而且还在叫 一直催我 赶快线线动 有时候我觉得 今天没什么事情 你要线动随便发一下 可是爸爸就是 爸妈开始 放个那个什么 吃什么东西 没有以后都放爸妈的照片 让他们开心 我现在突然 你在讲这件事 我突然有一个这样讲 真的是爸妈最开心的 对 你开车加拿大 你那个也是一个 你不算胆大包 因为平常你就会在国外开车 对开车 可是你就一个人开车 对对对 就是想给自己一个 五十岁的生日礼物 就是想看看说 你都一个人在一个陌生地方 什么都是从归零开始 会发生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准备 没有耶 就租车就上路 对对对 就这样而已 就是就跟你讲 有些地方 你不是没讯号 连那个地图都没有 都没有讯号 也没有地图 那你要怎么开 因为他在山山 而且是冰河区嘛 就都没有 就开车开过去 你就有一家家嘛 所以你就真的 带了直北生去吗 我完全没有耶 我连地图都没有带 所以在路上 我迷路的时候 有人说 你怎么没有地图 因为没有讯号嘛 他们会把他们 一本书的地图 圈圈给我看 那我有遇到一些就是 没有办法到下一站 你也没有住的地方 就睡在马路上 就是睡在车子里面 但是可能是在路边 那路边我会找一些 比较安全 可是因为有的地方 那时候是观光区 所以他也没有 Hotel给你住 我印象最深的是 因为在Banf Banf是一个 很漂亮的城市 那个城市 就全满嘛 你根本住不到 我的习惯就是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今天会开到哪里 因为第一次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呢 我通常就习惯说 我到下一站的 前一两天 我再book 那因为Banf Banf是世界奇景 那边都全满 结果就想说 管他的先到再说 因为一个人很方便嘛 结果到那边的时候 我发觉到 真的都没有 然后呢 我就去录那个 以前我们会 在美国制作的 会去YMCA 所以我就去 想说 那个加拿大的YMCA 应该去 YMCA是没什么空位 好不容易 他就说 他有一个 然后我就答应了 结果你知道我去那边干嘛 我吓一跳 我想说 以前在美国 YMCA又很便宜 一个晚上大概20块美金 可是这个YMCA 每斤要120块美金 一个晚上 我想说 那这应该是一个 非常好的YMCA 殊不知我去的时候 我吓到的是 我跟你讲 我当天晚上12点多进去 早上4点我就赶快走了 为什么 那个YMCA 根本就是 让我觉得我在印度 你可以想到那个 我眼泪要流下来 不是因为我觉得可怜 我是觉得原来人生也可以 你可以住什么样都可以 在这个当下 因为我们是在旅行 可以 我去的时候 那个 前面的desk的小姐说 你进去 我进去拿的时候 里面都黑的 就是它是很漂亮的 其实它对年轻人来讲很好 里面有六七十岁的老人 也有年轻人 那因为是六七个人一间 那我去的时候 有点宿舍感觉 对不对 对它是宿舍 问题是 我早也不敢洗 真的没洗 早到晚上里面全暗的 那也没有冷气 什么都没有 唯一有一个电风扇 一条电风扇 在那边 胖胖胖胖胖 可是所有人都躺在上面 你根本不知道 里面睡的是谁 有一堆人 因为没有灯 没有灯 然后我睡 我睡在是家盖 就是因为全部睡满了 它开放的就是 有一个就是 你知道 乡下的地方 那个房子 有一个天 有一个窗户 是在屋顶的中间 就那个屋顶 是可以打开通风的 那我就睡在那个 打开窗户的下面 就我跟一个印度女生 然后我就跟那个 印度女生聊 她说 因为她在印度来这边 是要看朋友 所以她就都在这里 然后我突然当下觉得 我好像在印度一样 我老实说 然后我就 我很真 你知道我现在回想 我其实最记得是那个 我什么都住过 我住过十几个 不同的 hotel旅馆 可是 那个当下我是 不舒服的 可是现在却让我回忆 让我很珍惜 我现在的生活 你知道人就有在 最痛苦 最不舒服的时候 你适合去回想 那一刻的感觉 那时候我有点想流眼泪 怎么自己跑来这个地方 就是说 可是 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 我现在跟你讲 我立刻去回想 那时候我发觉到 就是因为那样子 我才会珍惜 现在的生活 要不然我可能 生活也是那个样子 我就特别爱现在的我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有个这样的经验 是真的很好的 对啊 人生都要有很多种的经验 而且我遇到大火 遇到山崩 石头在那边 我根本过不去 也不能去下一站 那怎么办 就是在那边等啊 等他们亲嘛 可是我一个人开 晚上又很晚 而且你知道 加拿大有个特子 他是晚上九点 十点 才天黑 是没有路灯的 你又三崩 所以你又不知道怎样 那你在开车的时候 很怕撞到 晚上的时候 完全看不到 还有动物跑出来 所以我后来不敢开 警察 有个女警察 我就是不敢开 然后我就跟女警察说 我从台湾来的 可是你可以 你确定我技术是可以开 因为我开车技术不是很好吗 这个瑞人有做过 然后呢 很好到三个月没有车可以开 被吊牌 然后我跟你讲 然后我一直跟那个女警察 我记得那个女警察 年纪可能六十岁 演得很好 我说 你觉得我这种人 可以在山崩路路 因为他后来打开嘛 可能是很晚的时候 十一至二点打开 你觉得我还可以开 因为我看看 离我下一站还有四十公里 后来有过过 他说可以啊 你开啊 你开啊 为什么不能开 然后呢 我说这样好了 那后面的人先走 那我可能就跟着他们走 说不行 你跟着他们走 那那车子一下就不见了 你就 你就变成一个人孤独 他让我第一个走 后面那几十台车是 慢慢跟着你 因为他们有车灯 可以让我亮一点 哦 所以师慧成为了路队长 对 感觉就是一个收获 我也学到这个真理 后来我就觉得说 原来有人的陪伴 我们人生在路上 是有多少人照亮我们路 我才能往前走 所以在 在这四千公里 其实我很珍惜就是 哦 原来我是这么幸福 我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 你要让自己苦一点啊 我是故意去那里受苦 吃苦的 让自己苦一点 才知道 我妈珍惜人生 人家书上就说 苦乐之后啊 那种胆大包店的计划 其实是受苦也甘愿 真的真的 就是苦一点 才会体会到人生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苦的 如果快一个小时之后 等一下我们要来去吃饭 对啊 我的部分讲完了 因为其实我最喜欢 就要讲完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play 他那里有讲一个就是苦 学习就是一件苦的事情 就是常常说 你今天要感受到 人生的喜悦 你有时候就是 把自己丢上去苦 我觉得我很喜欢 他的play模式 我很喜欢今天的录音 因为我们其实是分享的 我们不是分享书 我们分享各自的人生 然后从各自人生里面 去找到 所谓的放逸这件事情 对人生的一个意义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人生 好像还过得那个 或者说你觉得 你的放逸到底够不够 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 提示或提醒 像它有一个法则 Several法则 我也很喜欢 太play了 因为Step 1 叫做Story Editing 故事编辑 就回到故事超人 所以我也一定要 用力推一下 就是让自己人生 先有故事化 然后经过这个活动 捆绑跟变动享乐之后 你还有一个Option 最后回味无穷 你看play的模式 也是要一个痛苦跟学习 你才可以知道 以外的话语 play的模式 其实是一个矩阵 那个矩阵 其实是让你知道说 根据乐趣程度 跟挑战程度 让你知道说 你的这个乐趣 是落在 是哪一个位置 是很精彩的位置 还是很痛苦 还是很放松 还是很愉悦 其实我觉得 四种模式 都可能会发生 那我在像 线上读书 我就有分享 其实矩阵对我来讲 不是你现在 所处的位置 而是你前进的方向 就是说我现在 假设我现在 是处于很放松 比如看电视 那我可不可以 往痛苦 就是刚才讲的 有受苦也甘愿 那学习是一种痛苦 可是学习完之后 你的成就感就不一样 所以它就可以 重新帮你自己 定义自己的人生 好 那最后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请 今天应该录了 一个小时有 已经一个小时了 对啊 方如说 不知道可以录多久 结果一录 竟然又录了一个小时 你怎么你的节目常这样 不是因为我要赶快结束 不然你们两个女人 再聊下去 我们聊到两点 还没聊完 对 因为这太多可以聊了 然后书精彩的内容 大家自己买书来看 最后我想请方如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叫放逸人生 放逸这两个字 我很好奇 你们当初是什么 定义出来的 放逸人生 其实就是放 就是 for fun for fun 很放 要开心过日子 那你们当初 为什么把那个 玩乐习惯 改成放逸人生 它背后有一个 因为如果英文的字 直接放的 fun habit 是玩乐习惯 对 可是fun habit 这件事情 不一定很容易 被接受嘛 因为玩乐嘛 哦 比较好像 你知道吗 尤其老师也不喜欢你玩乐嘛 哦 对 老师也不喜欢 就希望你练生 对啊 很多家长 也希望孩子 不要太玩乐嘛 可是其实玩乐很重要 你会玩乐 你才能够有一个 很放 很开心的 很快逸人生 对啊 我猜如果是 我是编辑 我可能一开始就想说 那我们来 愜意人生一下 后来发现说 又有这个 书的原理有放 那我们就放逸 我真的有去查 放逸其实是有定义 对 它是实际有的 因为我们比较不常用 放逸这个词 对 对 好 Anyway 那时候也是想说 很少人用 所以我们来用一下 听起来用 真的啊 我在FB 问哪里少 放逸人生 这没人用放逸 会说快乐 会说快意 或惬意 对 好啦 我们奇光就厉害 我们就来放逸 对 要放一下 大家都火出 介绍这本书给大家 它分量真的很充足 内容真的很完整 而且如果你是喜欢那一种 所有的这个建议 建议 它是有一些基础的 比如说它里面提到很多书 我那时候也请很多的领台人 说它到底 这本书里面讲的 跟哪一本书有连结 那时候都有提到很多 包含我可能错了 有很多的书 它都有相对应的连结 连那个与成功有运里面 都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就这个我们这一段 也不晓得 到底有没有讲书多少东西 就是买书来看 真的很棒 你们就自己买来看吧 师惠很爱哦 真的这是我很爱推的 你现在真的 这本书很棒 对我印象很深刻 好 南聊客厅 今天真的很难得来聊天 但是聊得很开心 谢谢 谢谢芳吾 谢谢瑞伦 谢谢大家 拜拜 你们好好听 再回放听几遍 然后去买书 那我们要去吃饭了 拜拜 拜拜 资讯页第一行哦